知道他好日子沒有了 為什麼 腰兒的最後一日 最後一個幾個小時 接下來就變了 哥哥們 星星 看起來很憂鬱耶 熟能生巧這件事情 在生下來還是有一點關係 都知道流程對不對 知道流程就不會那麼緊張 跟現在一樣的畫面 就是要去內湖生下來 就是會那麼實在 所以大家要提到 還是有點不敢相信這邊還是來了 可是小孩中就是得出來的 也是沒有辦法後悔 測胎心音 他會綁這個袋子 然後這裡會有 可以測寶寶心跳的聲音 然後剛剛他會一直亂動 然後有攻鎖 亂動就會攻鎖 然後這邊 你們可以看到那邊 那個是胎心音的機器 阿黎欣欣 你不要壓弟弟 阿黎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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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 爸爸要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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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你看這個寶寶要當哥哥了 再過幾個小時以後 他就是哥哥了 他就不是最小的了 大家有看超音波照嗎 你們看一下四寶的超音波照 跟行星長得超級像的 我的天啊 還小的時候覺得 又有像傾琴又有像星星 等一下生完之後就會揭曉 就是他到底是像傾琴還是像星星 請我們的準四寶吧 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自然就好了 你只要生了四個啦 第一胎會很緊張 欸怎麼辦我是不是要做什麼 然後現在就是流程 就大概都知道 你會覺得爸爸 應該要一起進去餐房嗎 我覺得剖腹產 就進去吧 因為你不會看到想像中 就是很多血 然後角度上 如果說你不是什麼 對於那種生產非常有興趣 要靠很近看的話 我覺得那個距離 然後再來醫生會有一些 他還是會有一些阻隔 再來是剖腹產的情況下 媽媽的狀態是好的 你們就是進去還可以 有收有效這樣子 如果是自然產的話呢 我覺得好像就更需要進去 就是會深思力竭那樣 他會有一個就是需要捏啊 搖啊 罵的對象 你那時候就在旁邊 然後就是 去分擔一部分的痛苦 我們等一下可以等到絲法了 是啊 倩倩 什麼感想 什麼感想 我現在好 好嗎 我現在要趕快幫你來買衣服 很慌慌嗎 其實有點 就是不要想 因為其實我還是蠻怕 因為變成要手術 但是就是不要想不要想 趕快想別的事情 在剛剛以前都還好 這一身裝扮專長的時候 現在開始心跳加速 哎呦 應該五分鐘就要進去了 但是要先 先做算他也緊張 跟他講 他也緊張 你也緊張 你緊張什麼啦 好 我要打針囉 吸氣喔 這一針是舉步麻醉 會比較有感覺 很酸 很酸喔 不用再打了 就是這一針 最後一針 好 不能再打針 進去 要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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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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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喔 很大喔 這邊要3500了 還很小 3500了 對啊 欸已經好腫喔 收一口氣 它出來還是一樣的 那個整個臉 很腫耶 撩潰潰 你覺得像星星嗎 我覺得蠻像的 很像星星喔 會不會生一個尾霜瓜 好啊 好啊 好紅的啦 像誰 像我 他 蛤 每次都是我辛苦 然後都想哭 我跟妳說 算命講的一樣 怎樣 打自己 真的假的啦 哈哈 是真的喔 跟 比起來 自弘醫師說 我的子宮狀況很不錯 所以可以再生三胎 四加三 哪七胎 但我沒假到 你了 老公三條線 自然就好啦 欸 母母 唉唷母母 是爸爸 你終於出生了 母母 歡迎你來 嗯 會很愛你喔 我就一直感覺很緊張啊 我剛剛 我不是說我那個衣服穿上來的時候 欸 就好像進入到那個狀態 然後我就覺得很緊張 但是那個 不過我覺得一直良心 然後根本就沒有加速 哈哈哈哈 嗯 60了 60多這樣子 看到一瞬間好像 回到兩年前 就長得也很像 然後那個情境場景 連醫生都同一個 然後拎起來的方式也這樣 像抓一隻小兔仔這樣 拎過來這樣 然後坐在那個 你的那個遮的那個前面 這樣子 心境上面 然後從第一胎 然後第二胎 第三胎到 第四胎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那個感覺 第一胎的時候 迎接她的感覺 因為我們為了她 做了很多的準備 有點像就是鋪紅毯 然後迎接她 我覺得她現在就是 喔我們歡迎她加入 這樣子形容 不知道是不是很精準 那我現在的感受就是這樣 我覺得她應該是最冷靜 雖然她是第四個 可能大家可能會覺得 腰兒可能會比較受寵 但我們家真的還好 這是誰 妹妹 不是妹妹啦 姑姑 誰姑姑 姑姑 不是妹妹啦 她一直說是妹妹 這是弟弟 你看 欸欸欸欸 剛剛呢就是那個小微科醫師 就來跟我們做解釋 說呢 木木現在的狀況就是 呼吸會比較快一點點 就等於她的呼吸狀況不是很理想 一開始剛出生的時候 她說她活動力 有比較沒那麼好 不過現在已經活動力有恢復 只是說呼吸的這一段 她還會建議說我們再觀察一下 也就是說呢 今天我們看不到木木呢 有看到啦 只是她沒有辦法過來 跟我們母嬰同事 跟她進一步的接觸這樣 那醫生就說 20小時之內 就沒什麼問題 那主要是觀察她的呼吸狀況 然後等一下稍後呢 她會抽血去看一下說 有沒有其他的狀況 因為她說寶寶在肚子裡面 都是跟羊嘴生活在一起 可是她其實不是完全無菌的 那因為她如果吸入到肺部裡面過多 那可能也擔心會有細菌感染 有什麼樣的狀況 耶 聽到這裡 就是好像還是有點擔憂 對啊就感覺上問題就是可大可小 是不過以醫生的立場 剛剛有說這個不是少見的狀況 可是因為有每次像我們前面三胎 完全沒有這種狀況 對但我覺得一胎一胎狀況不一樣 比方說我們前兩胎連黃膽都沒有 這一隻就黃膽造了好多天 對 對她那個也是黃膽造好久 我超擔心 造好久降不下來 所以可能每一個小孩都會有她 的一點點狀況 那我們就 親親醫生就是 跟我們做了這個專業解釋 然後我們就建議配合這樣 然後我不要讓自己太過超煩 可是我老實說真的心會揪在一起 因為你看不到 我會覺得有點 哇 我要哭了 我這一生就要在哭 等一下看到了她剛剛那個兩個叉 那個兩個不習慣 你就會更想哭了 什麼 唉 這個 就是希望木木這邊是沒什麼狀況 然後我們進度更新再來分享囉 就是晚一點看這個抽血報告 對 對 跟BB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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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